拜託回家啦 檢調人員19號晚間 大動作搜索辦公室 除了帶走相關資料 也約談多名人員 宜蘭縣府再報處 坦無彼案 宜蘭縣府每年元旦 都會舉辦升旗典禮 其中2022年場次 被檢調查出 民政處涉嫌開例不時單據 其中民政處的一名科長 及兩名人員 再加上兩位廠商 以3萬到10萬元交保 另外張姓廠商和文化局 賴姓人員 兩人訊厚遭到羈押 認為賴姓承辦人 及張姓廠商 他能涉嫌違反貪污之罪条例 向法院來申請羈押 這次被收押的張姓廠商 過去就承攬許多公部門活動 但之前也曾涉及 宜蘭三星廂長李志勇涉探案 兩人都遭到起訴 傳出當時檢調還查到這一本 傳出檢調從張姓廠商那 找到一本死亡筆記本 裡面疑似記載 行賄的對象和清單 引發推測 檢調這波行動 與這個有關 事情目前也都在調查中 那憲府的態度 我們會本於無望物重的態度 來處理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憲府回應物往物重 但傳聞中的死亡筆記本內 是否還有更多未曝光名單 有待檢方追查 三一宣黃桂李沛賢 宜蘭采方報導